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科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乐融 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位小气美食王 他是谁呢 黄静伦 大家好 我是黄静伦 静伦 你好 今天带来的不是新专辑 对不对 而是 新书 叫做 实话实说 这名字取得挺好的 就是吃东西嘛 实话实说 吃东西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最基本 你吃到好吃的东西只有 那个表现表情 就是最实在 所以实话实说 是吗 我们刚刚录影前才问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其实你要做节目嘛 做单位安排你去吃一些餐厅 那可是不见得真的很合你的胃口 或是说吃起来 有时候他有时候会 会 就是 没有想象中 对 名声很大 这样子 那那时候 那个摄影师在拍你 那怎么办 那时候 对对对 口感照讲啊 口感还是会讲 口感还是会说 诚实的讲 诚实的说大概说 你觉得有点 当然不好的部分 缺点 也没有缺点 就不会把 不会说缺点 只会把优点带出来 对对对 因为我们吃东西一定要把优点带出来给大家看 必要的时候就必重就轻就对了 对对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好 你不要说哪一家店 你就说你说要怎么样去修饰 例如说你吃肉跟汤好 打比方好 你吃 其实没有什么味道 没有味道 这好好看喔 外观 好好看 就有点 就毕掉 有时候吃东西不一定使用口感 还有时候为什么那地方人家爱去 有时候是那个气氛啊 是是是是 环境还有 他的那个 卫生 卫生还有他的看 那个实相 看相 看卖相 卖相 他的卖相好不好 对啊 并不一定他真的是那么美味 靖雯 我要问你 这些是你后来做了节目组之后才学会的呢 还是以前的黄金人就这么的 这个吗 就这么的 会讲话 镜头下会这样子 真正不好吃 吃到不好吃 就是也不会去多说啦 只是以后不会再光顾 是这样子 可是这一次我们出了这本书 跟你现在的主持人的节目 其实并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什么关系 他不是从节目中衍生出来的一本书 不是 其实我这本书筹备有超过一年了 在节目之前好几个月就已经在筹备了 所以跟节目是刚好时机还蛮 蛮搭到这样子 好那时候为什么决定要主要报导台北美食 因为其实我在来台湾已经我差不多两年多了吗 那我一直以来都只待在台北 对那外面的我是 现在就是因为有时尚玩家的节目 我才会到处走 之前我就是待在台北 那吃什么都会只会在台北市里面 那我是还蛮挑的一个人 对因为而且同时我是还算是蛮易胖体质 所以我每一餐只要一定要吃到最好吃 而且只能吃一到两餐 那吃到不好吃会很生气 所以有时候为了要吃到最好吃的没办法 我自己找 我自己找去上网去找一些内行人 可以推荐的一些很好吃的美食 那我后来就觉得我有这个义务 要把好吃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好讲到网路 实际上很多人都会习惯在网路上找餐厅对不对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怀疑那些的留言是真的是假的 对他的那个真实性可不可靠 结果 结果我自己亲自下去了 以黄小伦的发生你觉得呢 比例算高吗 比例 当然有些只是推荐一次或两次 我通常会找一些好多个人都会推荐 因为有时候一个人讲你不相信 三个人说开始半信半 那你要超过五个人就应该是没有错 OK 好所以这本书里面你们当初的选择的这些餐厅的 是怎么选出来 是你主推吗 还是有些是连你都第一次去拜访的 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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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有些像第一篇陈嘉良面 那是我常去 一定教他们一定要去 真的吗 对而且这本书主要有因为我分五个地区 是所以有时候是怕看地区来决定那边的美食这样子 可是你以前最常去是哪一区 我最常都是在那个松山区 松山区 松山属于这边算东区吧 是在书里是算东区 因为不要靠近我其他会常常到处逛逛走走 好 而且我一定一旦喜欢吃哪一家店 很固定 我就锁定 就很固定 所以我很怕那些狗仔知道 很容易查到我的心中 因为你一个人去狗仔没有兴趣 也对 对黄晓蓝这样太单 如果要谈恋爱应该也不会去 这种地方 去许计生先 成千炮这种 因为他就是站在那里嘛 对不对 那种我干脆买回来吃 对啊对啊 约会跟去餐厅啦 因为这本书 因为是叫小气美食王嘛 所以最主要推荐是台北隐藏版的美食 又便宜又好吃又大碗的 我要吐槽 吐槽 你还说隐藏版 这里面有些店很有名耶 都几十年的老店 你还说人家隐藏 但一半一半 不能完全全部隐藏 大家没吃过 可能可信度就不高了 这里面最有名的是哪一间店 最有名 见仁见智耶 对 因为我很多有阿中面线 很有名 对 香港游客都会来吃的 一般那些 其实太有名 我反而也不会去介绍 比如说有连锁店的那种 就不会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有什么好介绍 对啊 你说麦当劳吗 麦当劳 有分哪一区比较好吃吗 真的吗 真的吗 有时有 我觉得派克鸡排 那种会比较有看 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差别 会有差 看做的人有没有用息 是 对 所以 小气鬼一定要找到最好吃的地方 对 下一阶段 下一阶段我们继续来访问 黄静伦 那我们访问的是黄静伦 他今天为大家带来首歌曲叫做 哎 现在还什么歌曲 我的妈 妈 我不想长大的妈 世界不像话 我的妈 爱情真可怕 我的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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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话诗说 请支持一下 耶 上张专题是什么时候发行的 上张专题去年的12月 2010 2009 2009年的12月 对对对 下张专题是2011年了吧 对 一定是 一定是 对因为2010要过 好 在这本新书实话实说里面 有特地分什么样的类型 类型 除了以地区分之外 其实也有啊 因为其实 因为自己出的书 其实有些食物还是有偏自己一点的喜好 对 其实不难发现 其实我在书里比较多面类的 面类 为什么新加坡人喜欢吃面食吗 可能我比较喜欢吃有比较咬劲的食物 对 像在书里面有面好多种的刀削面 乌龙面 干面 凉面 其实台湾的面类文化 我才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很多种 诶 可是你这里面没有介绍新加坡美食 诶 这是以台北为例 可是台北也有卖这个南洋料理的 嗯 还是你觉得都不够好 是也有 那因为主题性是台北道地的美食 嗯 在台北道地 新加坡美食不算台北的道地美食 嗯 那新加坡美食 诶 期待下一次 下一本就是 加盟 加盟 加盟就是去新加坡或者是南洋餐厅 新马太月都可以来报道 对对对对 或是我回家乡出我那一边 然后给大家 大家如果要来新加坡旅游的话 当一个导览 对对对 嗯哼 好所以这里面呢 你去吃 这次虽然筹备那么久 但是最后实际上 要去拍啊 要去吃 时间还是蛮感的 对不对 对 只拍50家而已 嗯哼 而且在什么三四天内 那怎么办 你要吃很多餐吗 我好可怕哦 那天算有记录吧 我一天吃到将近要50道 因为你看 我一天 一天要去超15家 15家店 那一家一定不止一道 最少两三道 像吃这个什么蒸饺啊 你一定只有吃半颗对不对 没有啦 最少一颗啊 因为我吃一半也没人敢吃 是是是是 而且拍了所有事不好 也没有第一张就是最完美的嘛 所以会吃错几次 哦 哦 那你你的吃东西 有没有什么口味的偏好 口味 我不要辣的 不要重口味 而且我不太吃辣的 所以里面比较少辣的 不过胡椒我又能接受 所以我还算是蛮怪人 嗯哼 对对对 而且面类呢 还有一些比较太奇怪的食物也没有 包括有特色的 有很多去臭豆腐里面 我有介绍一家 嗯哼 喜欢吗 我还蛮蛮能接受臭豆腐 不管是它的味道 还是它的那个 香味跟它的味道 我都很能接受 嗯哼 新加坡有卖吗 新加坡超少 是有一间独立卖 它以前是在那种熟食中心卖 结果被投诉 太臭 对 然后被赶出去 嗯哼 自己没办法独立开一间这样 这里面黄敬蕾写到说是能够跟台湾臭豆腐媲美的 在新加坡其实就是榴莲制品了 没有 那你没有吃一大堆榴莲吗 我这边还蛮少 可是我真的好爱吃榴莲 只是榴莲真的是还蛮上活的一种水果 吃太多可能会流鼻血 嗯哼 对 你会发现台湾人也好 不能接受 那个 少部分 少部分可以 很少 这次还加了蛮多的 我觉得很有创意的部分 一个就是有很多的 漫画 卡通 对 那是哪些题材要把它 画成 我们说是像是漫画一样的 漫画嘛 其实只要给大家 不会太无聊 因为只看一些食物 也可以看看我平时就是一些 比较鬼马的一些模样 嗯哼 对啊 吃之前先乐一乐嘛 嗯哼 所以看完才开始可以接着吃 对对 吃乐一乐就对了 乐一乐 大家看了开心 还是看看我 有时候不会有这种表情 或者是看一下我里面就是 在吃之前 我自己一些吃东西的逻辑 嗯哼 也画出来 其实在后面也有一些我制作的过程 学徒日记 对 这个很有意思耶 要不要跟大家讲 你去什么地方学 好多 我其实有去那山东饺子館 包饺子 包饺子 本身就好 因为我手本来就不巧嘛 嗯哼 所以还蛮难 蛮难包的 那县每次都是给我包的 就我每次包太满 所以你们怎么没有包过吗 没有耶 我在家里都不会 我都是看妈妈 你们家不会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是客家人 所以我那些 那时候 我记得小时候是我奶奶跟我姑姑 还有妈妈都是包客家酿豆腐 这边也没有 也没有 这边的客家 跟那边客家吃的不太一样 ok 那我还有day two 就是刀削面 我刀削面这个还蛮难的 光是拿那个面团 我需要这样去在空中吗 去去去去去去 那销你销的太太用力 反而你这些刀片会陷在那个面粉里 不卡住 销的太轻 又怕销自己的手指 而且那个抓面粉的方法啦 什么都很讲究 而且面团真的很重 因为你只用单手撑 而且你看你是用什么冠用手 冠用手反而不用 是用另外一支 比较没用 而且当时撑着是这样 要拿那么高就对 对对对 因为它要有一个弧度 它是要这样 超过 飞下去 超75度吧 飞下去才会顺 而且拿的时候 这边一定会抽筋 对 因为很重 而且那个姿势 一般不会有这种姿势 所以你看到的一些刀削 刀削面的师傅 平常走路都这样 不是都有块头 都还蛮壮的 对因为不简单 然后学徒日记三呢 就是做了一个西式的 因为我喜欢你穿这一套衣服耶 鸽子衣服 广场人穿鸽子很帅 真的耶 我今天没穿 真的啊 这些拿去洗了 这是你的衣服 对啊 这是我买的 宣传衣 松饼 松饼比较好做吧 松饼制作就简单了 就是一勺的那个 对 我一直不懂 松饼它为什么会有那些孔啊 那些孔吗 那一格一格那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觉得那个是跟机器有关系 它是有个膜是吧 对 你看它的 它机器每个都是有一个很多很多小方块突出来 我觉得也是可能因为要让那个面粉不会全部黏在一起 不会那么浓 它会就 它要散开来 了解 也会比较好 通风比较好熟这样子 学徒日记四去做了可力饼 可力饼也 对 说简单也不好太简单 也不好做吧 因为很薄 面皮太薄会烧焦 太厚口感不好 嗯哼 最后挑这四个去做 而且那天还很好玩可力饼 因为材料是我自己的DIY 我想吃什么我自己加 你从家里带去啊 不是啊 那边有很多 那边有很多料 然后我可以自己加 结果我做的这可力饼的菜单上是没有的 了解 所以哎 其实店家应该要推出黄敬伦 对 黄敬伦口味 对 这样你粉丝全部跑去买这样 就是开店家可以是一个像可力饼buffet的东西 自己做 材料自己加 你付钱自己加 我觉得这概念还蛮不错 我懂了 不错不错不错 对 开一个吧 暂时还没有 可以耶 要投资吗 哈哈哈 哎呦 敬伦现在其实越来越红了啦 对不对 好说好说 哈哈哈 还好 很开心吧 什么 变红啊 但会 会开心啊 哦 那不要忘记唱歌哦 哦不会 唱歌永远是初衷 嗯 那高中呢 高中 高中还是会唱比较高级的歌 哈哈 有高难度 好 好 请大家来欣赏这里面有看到 你的粉丝你很热啊 因为这里面有无数张你的照片 哇 而且他们会买 无数张耶 其实这本 其实后面还有赠送一个我的这个美食磁铁 这边 磁铁 磁铁 可以放冰箱上 冰箱上 冰箱上或者是有铁的 那送我一个 对啊 问一下有没有 好 OK 没问题 我是OK 台北美食OK 决定盘 实话实说 是你的第一本书 第一本书 对第一本书 下一本是什么 下一本应该也是实话实说的 不在台北 在别地方 希望啊 会像那个哈利波特一样 就有很多本 七本这样子 七本 拍成电影 或者是拍成纪录片 在做一个主题公园 对 这样好吗 还不错 很会赚钱耶 好小的 还好耶 伦老师再见 还好 再见 我要走了吗 我也要走了 哈哈哈 谢谢 谢谢黄静文 谢谢 对 对 MING PAO TORONTO